再次清醒过来时,唐三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汗海护身罩已经都消失了,而且自己也不再是躺在海边,而是一张看上去十分简陋的床上。 嘴唇已经干裂了,因为虚弱,双眼都有些无法睁开,隐约中他听到了似乎有人在交谈,兄弟,听哥哥一句,这个人应该是传遇到了海魂兽袭击,才导致身体变成了这样,就他有什么意义,万一让紫珍珠那些人听到了,说不定还会找我们麻烦。 我看,不如把他那条漂亮的腰带还有格囊拿下来,然后再把他扔回海滩去,任他自生自灭就算了。 哥,你怎么能这么说,这可是一条人命啊,我们虽然住在这紫珍珠岛上,但我们可不是海盗,不能草菅人命。 我的事你别管,我要救他,紫珍珠的人要是找麻烦,就让他们找我的麻烦好了,和你没关系。 当初我就说了,不让你跟我来,你非不听。 清朗的声音中充斥着怒气,好好好,你做你的烂好人吧,我喝酒去了,不过你小心点,还是别让紫珍珠那些人知道。 清朗声音有些不耐烦的道,知道了,你去吧。 交谈的声音到此为止,伴随着脚步声,房间中的两个人已经有一个离去。 听着这些声音,唐三的意识渐渐清醒过来,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很沉,虽然意识清醒了,但却很难睁开双眼。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,他还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,身体虚弱的感觉绝不是美妙的事。 唐三明白,自己之所以会变得这么虚弱,一个是不知道自己多少天没有吃过喝过东西,另一个就是因为自己那天将博杂能量逼入八株毛时,体力精力的消耗和肉体上的痛苦实在太大了。 就算是他那样变态的体质也无法承受。 身体的虚弱导致了他意识虽然渐渐清醒过来,却什么也做不了,精神力与身体同样虚弱。 那天的消耗实在太大了,承受的痛苦也实在太大,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煎熬。 现在想起来,唐三心中还是一阵后怕,重来一次的话,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。 此时他身体的虚弱程度相当可怕,甚至没有可以催动的精神力,更无法调动体内的魂力,只能那么静静地躺着,任由身体自行修补。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修补好,他自己也不知道。 正在这时,唐三感觉到一条有力的手臂探到自己的颈尖下,唯一用力将自己的上身略微抬起几分,很快后面就多了两个枕头。 你已经醒了吧,真难以想象你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做的,在如此虚弱的情况下竟然还能不死,感觉上你至少已经超过十天没有吃过东西了,身体也遭受了什么重疮。 就算以我的医术也无法完全看清楚,既然你醒了,我先为你吃一点东西,然后再吃些药物,这样你会恢复得快点。 希望你那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持续下去,因为我希望自己救下的是个活人。 他知道我清醒吗? 唐三心中有些惊讶,但从对方的话语中,他能清晰地感受到,这个人心地十分善良。 一个温热的物体凑到嘴边,唐三勉强把嘴张开一点,一勺温热的稀粥已经送入他口中。 尺度掌握得很好,这一勺粥并不多。 勉强吞咽入腹,唐三顿时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暖流顺着食道传入胃中,再传遍全身。 原本极度虚弱的感觉在这温热的胃烫中顿时舒服了许多。 体内的每一条经脉也似乎在这温热的感觉中被唤醒了一般。 吃下了一碗西粥,虽然唐三还是十分渴望,可那个人却并没有再喂他。 你许久未曾吃过东西,不能以此吃得太多,那样会对身体有反作用,这些就可以了。 我在为你吃一点温和的药物,可能味道有点难吃,但你还是要吃下去。 对你身体好,温热的勺子再次递到唇边,这次却充满了浓重的药味。 唐三吃下第一口后就已经完全放心了。 以他对药物的了解,就算是在现在这样的状态下,也能够轻易辨别出这勺药物中所包含的各种成分。 正像那个人所说的那样,完全是温补效果,对自己的身体恢复十分有利。 吃完药,唐三缓缓放松了自己的精神,体内热乎乎的,自从那天与深海魔精对轰之后,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舒适的感觉,就在这温热的包裹下沉沉睡去。 当唐三意识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,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好了许多,精神力大概恢复到了两成,身体的状况也恢复了一些。 过度的透支后,一度让他的蓝银黄幼腿骨效果削弱大半,但经过食物和药物的摄入,他那强悍的身体重新焕发了光彩。 这一觉醒来,唐三顿觉身体多了几分力气,体内的经脉也只有背部附着的八猪毛的位置还十分疼痛,其他地方虽然也疼,但却并不是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了。 微微吸了口气,精神力与咸天宫内力连为一体,唐三终于可以再次看清自己体内的状况。 八猪毛比他想象中能够容纳的能量还要多,那天,他在拼尽自己全力将体内的博杂能量输入到八猪毛时,到最后昏迷,八猪毛足足承受了近六成的博杂能量。 这就令唐三体内经脉的情况好了许多,至少体内剩余的博杂能量已经并不比他的玄天宫多了。 当然,这是指他玄天宫完全恢复的状态下,而事实上,伴随着他身体的虚弱,玄天宫也减弱了许多,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恢复,但总算也是能够进入一个恢复的过程了。 小心翼翼地催动起玄天宫,以平时修炼时不到十分之一的速度运行着,不去管那些异种能量,只是按照玄天宫的方式修炼。 唐三绝不是一个急躁的人,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人,在眼前这种情况可以说自己的危机始终都未解除,但越是这样,越不能操之过急,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。 感觉中,只是一个周天的修炼就用去了整整一个时针的功夫,但这一个周天也终于唤醒了他身体各处的技能,玄天宫也开始占据身体的主导地位了。 唐三没有急于去消化那些异种能量,而是催动着玄天宫配合从蓝银黄右腿骨传来的效力,修补着自己的经脉。 其实,就算承受了那么庞大的压力,他的经脉也并没有一处破损,否则他早就完了,但经脉也明显受到了一些创伤。 在蓝银黄右腿骨与玄天宫的双重效力作用下,唐三体内的经脉开始重新恢复弹性,坚韧重现。 直到完成了所有经脉的修补后,唐三才再次陷入了沉迷之中,他的精神力毕竟距离恢复还有很长的距离,睡眠是他现在最好的恢复经历方法。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脚步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唐三,他的警觉能力已经恢复了许多。 醒了吗?你的恢复能力真的很让人吃惊,你应该是一名实力不俗的魂师,只是不知道你的五魂是什么,竟然能够让你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。 比起昨天,你的状态已经好多了,如果可以的话,请你睁开眼睛吧。 缓缓缓睁开双眼,刚开始的时候,眼前还是一片模糊,但唐三毕竟拥有紫棘魔童这样强悍的能力,只是一会儿的功夫,双瞳就已聚焦。 他发现,自己躺在一间小木屋之中,木屋不大,只有十几平米的样子,屋子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,感觉上就像是海边一个普通的渔夫家似的。 在自己床前,站着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,说他普通吧,唐三却又觉得他并不普通,因为他的神色看上去是那么风轻云淡,没有半分的烟火气息,看上去比自己要小上几岁,脸色平静地注视着自己,就像他的声音中也始终没有半分情绪的变化一样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 多日之后再次开口,唐三的声音有些沙哑,青年注视着唐三的双眼,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惊讶。 看你的瞳孔,你的身体状况比我检查到的恢复得还要快,就算是最强大的海魂兽,恐怕也没有你这样的恢复能力。 唐三苦笑道,不,其实我的身体还远未恢复,可能是因为我修炼一种眼光的缘故,所以眼睛看起来比常人有神一些。 海魂兽叫恩人贵兴高明。 青年淡然道,我叫吉祥,你也可以这样叫我,我不是你的什么恩人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 没有你自身的恢复能力,虽然我懂些医术,也无力回天。 而且,你的身体状况是我从未见过的,想救你也无从下手。 唐三微微一笑,你是个好人,不论怎么说,都是你救我回来的,我欠你一条命。 吉祥淡然一笑道,欠我命的人很多,你不是第一个,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。 好了,你刚刚清醒,不宜过多说话,我去拿点食物给你。 又是粥,不过比上次的要愁了一些。 这一次,吉祥没有制止唐三多吃,配着鱼肉松,唐三香甜地吃了三大碗,才停了下来。 这还是他顾忌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吃饱了,唐三才注意到,自己身上已经换上了一套布衣,布衣显得很干净,虽然上面有几个补丁。 吉祥,我的腰带还有一个葛囊能否给我。 听唐三说出这句话,吉祥美语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,但他却没有说什么,从一旁的桌案下摸出一个布包,打开布包,里面正是二十四桥明月夜与如意百宝囊。 唐三知道他可能是误会了,没有解释,接过两件魂倒气后,勉强催动体内的一丝魂力,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之中,取出了一片龙枝叶。 看到唐三取出内卷翠绿的叶子,吉祥愣了一下,这是龙枝叶,你要吃。 唐三点了点头,这里的条件不允许炼药,只能直接吃了。 将龙枝叶送入口中,细细地咀嚼后,吞咽入腹,这东西是最好的固本培缘之物,对他的身体很有好处。 吉祥美语间的不屑已经消失了,他明白,唐三要回魂倒气并不是怕自己寄予,而是要吃龙枝叶,恢复身体。 看来,你不需要吃我配的药物了,你也懂药吗? 唐三点了点头道,略知一耳,但我知道的更多是毒药,在医术上并不算擅长。 哦,你休息吧。 吉祥向唐三点了点头,不等他回答,转身就出去了。 看着他的背影,唐三心中有种怪异的感觉。 这个青年给他的印象很好,但从他的目光和神情上能够看得出, 他的性格淡漠一定是因为发生过什么事,而实际上,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极为纯净的,不然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在脸上流露出情绪的变化。 不去想这些了,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恢复自己的实力才好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,一想到史莱克奇怪其他人的安危,唐三心中不禁泛起一阵焦躁的情绪,赶忙深吸口气,稳定情绪,盘膝坐定,开始了修炼。 经过上一次清醒过来时,对经脉的修补,他的身体确实已经好得多了,此时再次修炼起玄天宫也就不像上次那么艰难。 在修炼的过程中,玄天宫每运转一周,自身就会恢复几分,而那些异种能量就会随之消化几分,通过玄天宫的过滤、铜化,这些博杂的能量中,杂质被唐三通过呼吸排出体外,被铜化的部分则加入到玄天宫之中。 刚开始的时候,这是一个杯水车薪的过程,修炼的速度十分缓慢,那些来自深海魔精的异种能量可不是那么好吸收的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唐三的玄天宫内力变得越来越浑厚,异种能量变得越来越少,此消彼长,这修炼的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顺利起来。 这一次修炼,唐三整整用去了三天时间,期间,吉祥曾经进来过几次,见得修炼都没有去打扰他。 三天后,当唐三再次睁开双眼时,他眼眸中的虚弱已经彻底消失,重新恢复了神采。 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,唐三终于将体内的博雜能量处理完毕,全身经脉畅通无阻。 更令他惊喜的是,经过这一次的事,他的经脉比以前扩张的接近一倍,魂力也大幅度的提升呢,由原来的66级提升到了67,接近68级的程度。 按照唐三的计算,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,让他将八珠锚内的一种能量全部消化后,应该能够稳稳地突破68级。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连跳两级,除了不计后果的吞噬深海魔精能量之外,深海魔精带给唐三的压力也是充分激发他自身潜能的重要原因。 大师就曾经说过,魂师在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是最好的提升时机,当然,一定要度过这危机,否则一切都是白搭。 正应了那句话,利益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,唐三这次闲死还生正是塞翁失马,到了六十级以上的境界,每提升一级,魂力都会增长许多。 这一次的经历至少让他可以少奋斗一年,不过,要是可以选择的话,唐三绝不再愿意重来一次,他可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好的运气,能够在深海魔精那样恐怖的存在面前活下来。 飘身下床,虽然他一直都没有活动过身体,但血脉却在修炼中完全畅通,脚踏实地有点晕晕的感觉。 唐三此时最大的感触就是饿,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中有不少食物,顾不上其他。 坐在木屋内简陋的桌案前,唐三快速地补充了自己身体所需的能量,身体基本恢复了,接下来他就要想办法寻找自己的伙伴了。 吃过东西,唐三用力地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,走出了木屋。 刚走出木屋,他就看到有五六个人朝着他这个方向走了过来,这些人看上去身材高大,身上的衣服都带有紫色装饰,表情有些凝恶,其中两个人身上都有血迹。 小子,你是谁?吉祥医生啊? 很快他们来到近前,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,胸眼一瞪,上下打量着唐三。 出了木屋后,唐三就发现,他住的这间木屋离海边不远,而且也只有他这么一间木屋而已。 前方是沙滩,后方则是大片的森林,只是此时已是深秋,树林中的绿色已经渐渐褪去。 吉祥医生不在。 看到这些人在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清醒时吉祥和另一个人的对话, 紫珍珠三个字出现在唐三脑海之中。 难道说这里就是海德尔所说的那座紫珍珠岛不成,自己竟然来到了海盗窝了? 不过,此时唐三身体已经基本恢复,自保,绝无问题。 和深海魔精相比,海盗算得了什么? 不在,去哪里了? 那名高大海盗凶恶的眼神中已经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。 唐三摇了摇头道,我也不知道。 虽然现在他身穿戴补丁的粗衣,英俊的面旁也被这些田长出来的胡须遮挡, 但那高贵优雅的气质却依旧无法掩饰。 高大海盗仔细地看了看唐三,哼了一声, 你小子是哪来的?是不是奸戏? 一边说着,他一只手已经探了过来,抓向唐三的衣领。 就在这时,一个冷漠的声音响起。 如果你想让我叫你伙伴,就住手。 那高大海盗明显有几分实力, 大手正好在唐三胸前停下, 扭头看时,只见手中拿着一个小鱼搂的吉祥正缓步而来。 吉祥的身高比唐三略矮,肩膀很宽, 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些海盗,淡然道, 把伤子送进来吧,你给我打下手。 最后一句话是对唐三说的, 打下手,唐三并没有反驳, 以他的聪明立刻就猜到, 吉祥这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合法的身份, 虽然他并不需要, 但却还是走了进来。 两名受伤的海盗被放在了唐三之前休息的床上, 这两个人的伤口, 一个在胸前, 一个在大腿, 都是皮外伤, 但却很重, 尤其是那名大腿受伤的, 腿部的大动脉被砍断了, 此时要不是大腿根上紧紧地捆着一根绳子, 恐怕他早已经失血过多而亡。 另一名海盗的伤势看着更可怕一些, 右胸上插着一把匕首, 还好并不是贯通伤。 吉祥简单地洗了洗手, 首先走到了那名大腿受伤的海盗身前, 从床下拉出一个木盒子, 打开递给唐三。 我说要用什么时, 你递给我。 唐三点了点头, 吉祥自己手里多了一个布卷, 打开布卷, 里面是一排各式各样的银针, 他的手指很长, 也很稳定, 接连七针刺入那名海盗腿上。 唐三看得出, 吉祥是在封住这名海盗的血脉, 他虽然不会认血, 但选择的血脉都极为正确。 完成这些后, 他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死死绑住海盗大腿, 腿根部的绳子。 扑的一声, 一股鲜血骤然从伤口处喷了出来, 吉祥插入了七根银针, 有三根都弹了出来。 吉祥脸色一变, 他知道, 这个人是绑得太久了, 血压太高,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刚想重新绑回绳子, 在用银针锋脉时, 一只修长的手却探了过来。 他是觉得眼前一花, 那只手似乎在海盗大腿处点了几下, 先前还奔涌的鲜血顿时停止了流淌。 吉祥眼中一亮, 扭头看下唐三, 唐三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。 接下来吉祥的治疗令唐三大开眼界, 他用了一根纤细如毫毛般的小针, 将海盗断掉的大动脉缝合起来, 再缝合肌肉和表皮, 不但动作奇快无比, 而且每一针都极为精准, 绝对可以用神乎奇迹来形容。 唐三看得出, 那枚小针是吉祥的武魂, 只是他却没有一丝魂力, 先天灵魂力, 废柴中的废柴, 不论是怎样的武魂, 先天没有一丝魂力的人, 也绝对没法通过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魂力, 难怪他的表情会如此淡漠。 先天灵魂力与自己的先天满魂力正好是两个极端, 在他小时候一定受过很多白眼, 但是吉祥这首医术却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中见到的最为出色的, 另一名海盗的治疗过程更是令唐三大开眼界, 吉祥就当着他的面来了一次开胸手术, 缝合了破损的肺部, 整个过程用了接近一个时辰。